众生上课时间是否该延后到早上9点半 教育部还在评估中 但北市成功高中已经决定 不强迫学生早自习 也将废除招会升席 未来早自习将取消迟到或是旷课登记 不列入初缺席记录 随着成功高中确定 全面取消早自习活动之后 其他的学校会不会也跟进 目前建中北一女都说 没有强制规定学生要参加早自习 但建中还是维持一周两次招会 学生还是要在早上7点半前就要到校 天气冷嗖嗖 学生们还可以多睡30分钟再到校 对成功高中的学生们来说 可是天大好消息 愿校方率先宣布全面取消早自习时间 大家8点10分前到校9号 招会没什么意义 就是在表扬那些比较好的学生而已 对我们来说没有实质意义 不如在家里睡觉或读书 时间规定内 你们可以自己谈心地运用自己的时间 时间比较自由 就是早自习其实要不就来学校睡觉而已 原定早自习在早上7点40到8点10分 学校会利用这半小时升旗开招会 现在成功高中确定取消后 把这段时间还给学生们自行利用 要来不来都可以 都不会列入初缺请记录 其他学校是否跟进 其实教育部早就规定 各校一周至少两天让学生弹性到校 目前建中北一女也回应 都没有强制规定学生参加早自习 但建中每周还是有两天要开招会 比女则是交由各班班导决定 要不要举行早自习 另外十大附中则是同意 每周两天弹性到校 其他三天同学还是得早起 是否跟进成功高中 全面取消早自习 各校还在评估 不过不少学生们倒是很羡慕 直呼成功高中现在成了全台最幸福 高中神界台北综合报道